在金融市議員秦珍居中引荐下 金融志強市指會會長林世雄代表將1000片成人口罩 及6000份兒童用口罩捐贈給金融市建的國小 希望協助老師及學生做好個人防疫工作 對此有1000多位學生及100位教職員的校方也相當感謝 強調口罩對全校師生做好個人防疫工作將有極大的幫助 我想在這個疫情非常嚴峻的一個情況之下 口罩是永遠不嫌多讓小朋友可以經常性的替換 這是非常正確的 所以非常感謝秦議員還有自強國際師子會 在這個疫情嚴峻的時候又想到辛苦的老師 還有可愛向學的小朋友 讓我們有更充足的物資可以經常性的來替換 除了協助校方向民間團體爭取防疫物資 秦珍也呼籲政府單位應該支援學校快篩試劑 提供學童更完整安全的學習環境 因為現在疫情關係 尤其小朋友感染力非常的高 那學校方面他們也校長還有老師們 他們對小朋友整個的防疫的工作都非常盡心經營 但以至於物資方面也許在現在供應不足的情形之下 尤其快篩劑希望我們教育部我們教育部單位 盡量的提供學校充足的快篩劑 那希望小朋友每天在這種快篩安全性之下 到校上課彼此之間才會被感染到 所以我想這是大家所有的父母親 大家共同的親身 記者張啟人 金融報導